之前讲过国内最任性的动画公司非罪光莫属 他们可以花很多钱去做出一部好看的动画 但却舍不得花一点点钱去宣传推广 大家好,我是小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 便是来自罪光动画制作的早年动画 小门神 在最近几年人类不再理睬天界 遭从神界的经济危机 神仙的失业率持续高涨 于是他们决定想领外法子 以前神界保护人类 人类供奉神仙 然而现在神界却有了和人打交道 就会出坏事的说法 玉蕾和神徒二人使人们以前供奉了门神 今天天门神的人类只有一个 他们也面临着失业危机 被同志参加转航培训 徒弟爷早已没能供奉 他在培训大殿里被栽的袍子下岗了 两门神一度跟着徒弟爷想安慰伤心的他 这时徒弟爷看到墙上的壁画 和两门神说当年年兽危害人类 太上老君全力封一年兽的故事 玉蕾听完凌机一动 他要去放出年兽 然后神仙出面打败年兽 人类就会再次记起神仙们的重要性 什么事都无所谓的神徒 担心这样做会引起慌乱 但是人类遗忘神界这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徒弟爷给了玉蕾一片树叶 这树叶会带他前往人界的年兽风云之地 最后玉蕾为了不丢失门神工作 不顾神徒阻挠 独自进了同往人界的画轴 而在人界的女儿和她妈妈从城里来到小镇 继承了她奶奶的一家百年混沌店 混沌店每天都在亏损 客人们都喜欢新鲜的 不喜欢她家这百年不变的味道 在混沌店对面 是一家跟上时代的餐馆 每天变成法的吸引顾客 餐馆的吴老板总想着和女儿妈妈成亲 男后就可以餐馆合并 她还过人上演英雄救美 但是妈妈总是拒绝她 小语在这个镇上也没有朋友 她很孤独 跟妈妈说想回城里 但是妈妈不肯放弃这间 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混沌店 小语很郁闷地跑出去坐在巷子里 这时她发现自己被凶恶的野狗包围 小语害怕得一只炮 最后正好被来到人间的玉蕾给救了 天见的小语以为她是保安 玉蕾想得下 认为差不多吧 但最后还是忍不住抱怨人间 好像不喜欢她的保护 听到这句低估的小语绵绵地说 我喜欢呀 于是玉蕾就把一枚玉环送给了小语 小语天天观摩这玉环 有一天夜晚睡着着她 突然被这玉环带到了一个地方 她看见了玉蕾打开了水里封营的鲤鱼 鲤鱼变成龙带走了河里所有的水飞上了天 而玉蕾却突然痛哭起来 在第二天 整个小镇都停水了 就连小河也干枯了 心怀不轨的吴老板主动要分水 给小语的妈妈煮混沌 妈妈生情难缺 最后无奈地接受了 可是吴老板觉得水里加了血腰 呼哥吃了全都肚子疼 卫生局的人解到举报 把小语妈妈的百年混沌店给查封了 这种耳鱼火炸的事情在人间屡见不鲜 而守护第一个封印之地的巨灵神 也慌张地去告诉神徒 玉蕾真的把他看守了封印打开的事情 听完后 神徒坐不住了 他跑到人间 正好出现在混沌店里 小语以为他是参加万圣节的客人 于是拉着他和妈妈一起去酒吧蹦迪 愉快地玩了一个晚上 虽然中间出了一些意外 但有门神大人在此 还有谁敢闹事呢 等神徒再次来到人间的时候 正好救了又被野口包围的小语 小语他的从没有说过话的神徒来到卫生局 卫生局的管理 答应再次给混沌店检查卫生环境 小语冒骂个神徒换了身衣服 结果小语发现 门上街的门神 竟然也变了一样的衣服 于是小语这才知道 原来这两个人就是门神大人 但是他也不敢声张 在卫生员检查店里的卫生时 蟑螂都要掉入老汤里了 这么恶心的场景一看 就是卫生不过关 但是在神徒的帮助下 卫生员也发现了蟑螂 这从吴老板家的厨房里出来的 于是就封了他的餐馆 神徒之所以一直不讲话 是因为害怕神剑那个谣言 可是为了帮助小语母女 他才开口说话 结果发现 恶人类说话 什么坏事都没发生 于是他就大胆地问小语 他头上的玉环是哪来的 突然玉环再次响应飞了起来 因为打开第一个封印 而编导的玉蕾 找到了第二个封印 这个封印由百花仙子看守 百花仙子和玉蕾打打出手 驱落了玉蕾不抵百花仙子 于是就成百花仙子不注意 打开了封印 瞬间 电弓出现巨大漩涡 吸走了百花仙子 小语他们刚赶到 就为玉蕾挡住了 在空中最后的花瓣攻击 所有梅花树都凋顶了 神徒想圈玉蕾回头 但是玉蕾固执着 继续前往第三个封印之地 这时小语把地上的梅花 带了几篇回到馄饨店 梅花不小心飘到了馄饨里 客人们吃的都觉得十分美味 这天的生意仅然特别的好 小语的妈妈也很开心 但是梅花一会儿就用完了 梅花铃的梅花也都凋顶了 沮丧的妈妈突然顿悟 她说时代变了 是时候做出改变 没有梅花 还有其他花 其他调调 于是母女俩研究了 一个晚上的新调调 他们研究出了新口味混沌 引来的大牌长龙的顾客 这里的小朋友吃了混沌 也开始和小语玩起来了 小语把门神的电话 送给了他们 小朋友们把电话 都贴在了自己的门上 小语能论唠闹的 准备迎新年 吴老板因为嫉妒混沌店的生意 来混沌店偷配方的时候 被小语发现 小语因此被他绑了起来 当吴老板要逼迫小语 拿出配方的时候 神徒正好出现 打飞了吴老板 而玉蕾也终于找到了 第三个封印之地 他走进一间破庙 里面放了很多他的雕像 还有神徒的 这是一个老人出现 他说所有的电话 都是他画的 老人并不阻止玉蕾 他认为神和人都需要改变 这是未必有勇气 当玉蕾要打破墙上的门神雕像时 神都和小语赶来 他急忙劝解 你想想人间 鱼鹅 他们只想要拼命安的生活 一旦放出年兽 那将必有人死亡 这是一条不归路 这句话 顿时让玉蕾醒悟 停手了 他说 积南灯和神都是虚幻的 我怎么能为了虚幻的自己 让人间万众 不得安宁 不过封印最后还是松动了 寺庙马上就分崩离析 小语冲出来后 把玉环还给的玉蕾便运到了 此时满天乌云密布 神都带着虚弱的玉蕾回到家才知道 家门口的树就是年兽 年兽放出了黑雾前往人间 结果清醒后的小语 发现年兽巨把鞭炮 于是小证的人都开始放鞭炮 但神都和玉蕾 都被年兽吃进了肚子里 不过 他们点难了肚子里的一只孔明灯 重伤了年兽 被吐了出来 于是 恶人又继续进攻 但还是打不过 这时夜群的小人们跑来用鞭炮帮忙 把年兽暂时击退 神都发现年兽的心脏有裂缝 那裂缝正和玉蕾手里的玉环有关 于是 他们合力飞往年兽的心脏 要把玉环弄进裂缝里 经过一番周折 玉环塞进了心脏使得年兽包扎 拯救了人类 玉蕾和神都因此不用再看守年兽 年兽开了一家 神剑 小吃店 片名 小门神 这部作品虽然在剧情上不算优秀 但是公平画质就足以成为国漫崛起的一个基点 一部好的动画不仅仅是剧情需要成熟打磨 甚至在画质也要满足观众 显然 小门神在画质上得到了满足 但是在剧情上 着实有好多个敌人显得很尴尬 追光在出品这部作品后 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件事 学会讲好一个故事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建模能力 以至于后续每一部追光出品的动画 所能找到的瑕疵越来越少 因为将金钱全部画在特效上 所以追光几乎每一部动画 都是没钱能够宣传 哪怕摆射冤气也不例外 不过幸好后来涌出的自来水 替他们做到了 也真的很希望这家任性十足的动画公司 能够如同乐差一样创造辉煌 我是少年 一位在看别人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请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